诶 这是谁的录取通知书啊 怎么里面还有一部手机呢 诶 小月 见证有份哦 什么见证有份啊 就这手机啊 我都看见了 难不成你还想独吞吗 诶 这是什么 录取通知书 这有什么好看的 小月 咱们走 把手机卖了 然后咱们评分 哎呀 燕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这个通知书 特别人有多重要吗 再说这个手机又不是你的 你凭什么时候拿走 小月 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 你这是什么吗 苹果耶 你家那么穷 如果拿这个去卖的话 都可以给你家好几个月生活费了 那又怎么样 别人的东西我是不会要 怎么了 小月 我在这里捡了一个手机 还有一个通知说 我在这里等四桌 哦 看一下 这么重要的东西 丢东西的人肯定很着急 你先在这里等我回去做饭 好 小月 你们还是拿去卖了吧 你去我三种可以了吧 燕子啊 要是这个东西是你掉的 解答你东西的人 他也这样做 你心里舒服吗 那 掉了东西这个人 肯定是不知道自己掉的东西啊 要不然他早就过来找了嘛 这个不用你操心 要不你就先回去 要不你就不要再说话了 哎 算了 看了一个人在这里这么孤单 肯定提等好了 你看 实在不了的话再说嘛 极曲断仁城 谁家墙头又美似芬芳 人间一场烟火 你曾生太阔 可谁人在心我 从此孤独火 小月 等这么久都没有人来 肯定是没人要的 再说肚子都饿了 她手机不要 难道她还算孤独好不容易得来的 录取通知书她也不要了吗 你要饿了你就先回去吧 反正我回去又没什么事 还是继续陪你等吧 老婆阿姨好 请问你们有没有穿着一份 录取通知书和一部手机啊 阿姨 你说谁是阿姨呢 是不是这个 对对就是这个 等一下 你说这些是你的就是你的 有什么证据吗 录取通知书上有我的照片 手机密码是123456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小月 密码是正确的还真是她的 嗯 这个相片也是她 来 给你 金金真是幸运养养养你的了 嗯 幸运养养养养养 这份录取通知书不仅对我 对我家人都很重要 不用谢 以后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注意一点 同时恭喜你考上大学 谢谢 你们认真好 我是隔壁传着 你们住哪里 到时候我运进你都能卖去 没事 东西没丢就好 我们有事那就先走了 好了 小月 小月 有东西那个施主找到了吗 找到了 是隔壁村的 最考上大学了 回来给爷爷奶奶报喜呢 找到了就好 小月你做的对 可是我们的东西就不能要 要是她今天那个通知书没找到 那该多伤心呢 我当年就是因为把通知书丢了 所以就没能去读大学了 你当时还考上大学了 怎么没听你说过 去什么大学啊 家里蹲大学 你干嘛 你没考上大学就没考上大学吗 什么家里蹲大学 小月 那你是什么大学 我不告诉你 小气 吃饭 你很好 你怎么说 你怎么做